芒果热门综艺《浪姐4》上线后持续引发热议 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和音乐平台的各项数据表现抢眼 33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姐姐齐聚舞台 大幕才刚刚拉开 好戏就一出接着一出上演 历经前三季的积累于沉淀 《浪姐》这两个字如今也成了芒果的一块金字招牌 金主们愿意买账 娱乐圈的姐姐们更是跃跃欲试 拿到《芒果》的这张节目入场券 意味着姐姐离出圈又进了一步 从《浪姐》系列节目的走势来看 姐姐们想要翻红也并不容易 从初舞团到成团业 这里面有训练和比赛的各种艰辛 当然也少不了质疑和谩骂 大多数姐姐都难逃一劫 蓝莹莹 黄胜一 万茜 宁静 纳英 张白芝 赵英子 于文文 薛凯奇等人都是典型代表 让人想不到的是 《浪姐》四节目仅仅播出一期 五位姐姐就全都挨骂了 有人因为人设而翻车 有人因为身份遭质疑 有人过往黑料被扒而遭重巢 有人天生矛盾争议体 无论做啥都是满满的争议 《浪姐》四节目刚开播 39岁的猪猪就率先登上了热搜 这位连续十年入选 全球一百张最美面孔的姐姐 颜值确实非常突出 风情万种 优雅大气 不过让她出圈的不是美貌 而是在33位姐姐初见面时的 一番迷幻操作 李彩华见到猪猪后热情打招呼 还客气地表示 自己很喜欢猪猪的影视作品 猪猪也客气点头回应 紧接着问李彩华 您是? 这一问把李彩华问蒙圈了 对方回答 李彩华 艾莉 本以为提到艾莉会点醒猪猪 没想到猪猪更迷茫了 索性继续刨根问底 问李彩华是演员还是歌手 尴尬还远不止于此 李彩华和秋辞炫世纪拥抱 全场的姐姐鼓掌欢呼 猪猪很不理解 问身边的赵丽娜 在得知两位姐姐是回家的诱惑的女主演时 猪猪还是一头雾水 她压根不知道这部大热电视剧 更别提两位女主演了 节目播出后 猪猪好像圈外人登上热搜 对于猪猪的这一波操作 喜欢的人认为猪猪真性情 还解释猪猪一直在国外发展 不认识这些明星也无可厚非 但大部分网友认为 这明显就是在立人设 看得尴尬癌都要犯了 参加节目前不做好功课 自己出道18年 没有拿着出手的代表作 反倒问别人是谁 在笔者看来 这次的操作 确实表演的痕迹过重 热搜是有了 但是也败坏了一大波路人员 那应在《浪姐2》中 因为一句 你俩谁啊没少挨骂 猪猪挨骂也在意料之中 试想一下 对方如果是宁静 听了别人这么问 估计直接会反问一句 你又是谁呢 《浪姐4》热门话题 姐姐扎堆出现 没想到吴倩在节目播出后 成了话题的宠儿 热搜一个接着一个 吴倩小心翼翼的样子好心疼 吴倩状态刚回国的赵莫生 吴倩淘汰等话题引发热议 吴倩也收获网友 一波又一波的心疼 很多人甚至为她的出局 而感到一难平 但事情很快就反转了 有网友指出 吴倩在《浪姐4》和《你好星期六》里 完全就是两副面孔 一个单纯木讷 谨慎小心翼翼 而另一个渐酸刻薄 玩不起埋怨责备队友 她对张冰冰的一番操作 也激怒了很多网友 吴倩在《浪姐4》中的 被抛弃被辜负的人设 本来还是很讨喜的 节目播出后 张雨健也被拉出来骂了一波 没想到热搜多了 反而起了反作用 最后败光了路人员 仔细看看 吴倩在《浪姐4》中的表现 被批评也不冤枉 完全没有自信心 态度也有些消极 面对以赖发出的邀请 吴倩本人居然直接表示 对于任何一个唱跳的曲目 都是拒绝的 面对镜头说出这样的话 确实有些违背节目的初衷 希望小姐姐尽快调整状态 真正做到独自美丽 而不是在热搜中迷失自己 来自越南的知福 在《浪姐4》出舞台一战成名 精心准备的节目 带给观众满满的惊喜 唱功在线 表演有诚意 个人魅力四射 节目播出后 这位小姐姐也快速出圈 圈了一波路人粉 但人红是非多 被誉为越南第一美女的知福 过往的一些黑料 很快被扒出来 整个人的口碑也发生大逆转 比如知福在节目中 嫌弃队友不听话并肘击 对待前辈态度不友好等等 还有网友指出 知福古风MV中的 头饰服装建筑 完全就是中国风 大量挪用了汉文化元素 连小姐姐的社交账号 也被扒了出来 很多照片尺度非常大 确实有靠身材 不流量的嫌疑 《浪姐4》中 刚刚人气大幅度提升 没想到 这些负面消息就随着剧增 希望小姐姐能够专注舞台 不受到这些消息的影响 《浪姐》系列节目的核心价值观 就是为30家的女艺人 提供展现自己价值的平台 一众娱乐圈的30家姐姐 也确实通过节目逆风翻盘 演艺事业焕发第二春 但《浪姐4》参赛的33位姐姐中 来自德国的吉娜 年龄只有29岁 并没有达到30岁这样的门槛 吉娜获得参赛资格 也引发很多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指出 吉娜目前还年轻 娱乐圈内资源一直很好 年纪轻轻拿了奖 还跟着朗朗一起上综艺 和过气艺人压根不沾边 完全没必要来刷脸 而网友对于吉娜的初舞台 也并不买账 仔细来看 确实除了钢琴 没有其他亮点的地方 眼睛享福耳朵受罪这八个字 用在她身上也同样适用 如果要评选出 《浪姐4》中争议最大的姐姐 那么谢娜排第二的话 没有哪个姐姐能排第一 翻看一下网友对于浪姐4的评价 会发现 谢娜一直都是被严重质疑的那一个 很多人甚至因她而拒绝观看节目 整个舆论环境确实很不友好 但是 谢娜的国民度非常高 主持的王牌综艺节目 成为很多人的青春记忆 也积累了一大波死忠粉 这些粉丝对于谢娜也很维护 从公演舞台投票到网络人气投票都能看得出来 谢娜在众姐姐中还是人气断层领先的 来参加浪姐4 对于谢娜本身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谢娜似乎已做好被骂的准备 她在采访中反复强调不是玩票的 自己是有舞台实力的 特别是当自己喜欢一件事的话 就不会怕别人的声音 从出舞台的表现来看 谢娜也确实是带着诚意来的 舞台明显认真准备过 唱跳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展示 舞蹈部分也很精彩 如果非要挑毛病的话 那么就是节目组给出的分数有些虚高 谢娜排名第4 确实有些难以扶重 尤其是排在美伊里牙 黄丽玲 龚琳娜 知福等姐姐前面就更容易遭黑 以至于很多人认定 谢娜就是皇族 作为本季节目的话题担当 谢娜所到之处 网友们也会拿着放大镜来挑错 比如调侃以类年龄大 就被批情商低 吐槽无忧带着名片 就被指败高踩低 而事实上 谢娜组对环节选的人恰恰就是无忧 并没有败高踩低这样的说法 姐姐们初见面环节 谢娜会主动和大家打招呼 向姐姐们介绍汪小敏 刘亚瑟等新人 还带着秋辞炫李彩华 去答谢所有的姐姐 谢娜很会照顾不擅长交际的姐姐 会用自己的幽默方式调节带动气氛 不得不说 谢娜这样的角色 在真人秀节目组真的很重要 她会决定综艺的整体氛围感 相信这也是芒果请她来参赛的原因 万事万物都有两面性 丢掉过往的刻板印象 仅仅从节目内容出发 或许大家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谢娜 多一点宽容 少一点偏见 或许观看浪姐4收获的感动和欢乐 也会加倍 浪姐4毕竟是一档真人秀节目 有剪辑的成分在 也有剧本和人设的成分在 对于日薪208万的艺人来说 参加节目就要做好被挨骂的准备 最后借用阿朵的一句话 这是所有姐姐们的功课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 感谢观看